因为中国对这个军岛周边海域还是有比较稳固的控制的 比如说除非中国军演的时候越南比较积极的靠近 否则那双方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贴身对峙的机会 而且我们要看到中国军事解决南海问题 其实在可行性和决心上一直是很有很大问题的 就中国的一线军事力量的行为虽然偶尔有一些失误啊 有些冲动 但整体上还是严格管控的 另外呢越南也没有军事夺取西沙的决心 只不过就是说中国以前总是回避这种面对面的刺激 现在呢对这种游戏呢有一点欲罢不能 这个应该风险总还是有的